新华社纽约9月1日电,记者潘伊斯洛伐克选手席布尔科伐,在一日美网第六个比赛日淘汰今年温网冠军德国选手科贝尔,挺进女单16强, 至此今年的奥网、法网、温网女单冠军在美网前三轮就已全部出局,且她们都倒在纽约USDA国家网球中心的二号球场,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球场,9月1日,科贝尔在比赛中,李木子设第一个出局者是法网冠军哈勒普,这位今年美网一号种子在第一个比赛日就上演一轮流,爆出赛会第一个大冷门, 接着,奥网冠军,美网二号种子沃兹尼亚齐,在女单第二轮翻车,今天是赛会四号种子科贝尔栽在第三轮,此外,曾在首轮击败中国选手张帅的2017年温网冠军 穆古鲁扎也在第二轮出局,目前,已闯入16强的女单三号种子,未免冠军斯蒂芬斯成为最大夺冠热门, 今年29岁的齐布尔科娃·士梅网29号种子,自2005年开始打职业赛以来,是四大满冠赛八强的常客, 但从未夺冠,最好成绩是晋级2014年奥网女单决赛,成为斯洛伐克历史上首位杀入大满冠赛事决赛的选手, 但最终败给了中国的里纳,齐布尔科娃在比赛中回球, 外带图片在今天与科贝尔利时两小时13分钟的马拉松式敖战中, 齐布尔科娃顶住了手盘3比6失利的压力, 以两个6比3反败为胜,这也是他在2018赛季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对手, 今天晋级女单16强的还有两名选手值得关注, 一个是年仅19岁的杰克小将冯德劳少娃,他左手直拍, 今天显胜赛会13号种子,荷兰名将贝尔滕斯, 个人职业生涯首进美莽16强,也是16强中唯一的20岁以下选手, 杰克选手冯德劳少娃在比赛中回球,外带图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选手大阪之美, 这位1997年出生,母亲是日本人,父亲是美国人的混血选手, 2015年开始大职业网球,目前世界排名已达第19位, 在此前两年的美网中,大阪之美都打到第三轮32强, 今天他仅用15-10分钟,便以两个6比0轻取世界排名第33位的白俄罗斯选手萨斯诺维奇, 编辑,月东星千发,曹剑杰杰版权归新华社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专载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